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 可能会有点疑惑 东山岛战役到底是算赢还是输 因为后面的撤退是非常离谱 不过你刚刚这样讲下来 其实他一度攻占现成 的确是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 对国军而言 没有达到最重要的目的 整个过程没有打好 这个是真的 当然对于战争 没有人会随便讲说自己打输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看 台湾过去都是用东山岛大捷 中心一点 现在全部都是说东山岛战役 至于大陆方面 有的就直接写是国军惨败 为什么会这么的说呢 我们看胡典的说法 他说海岛作战的特性是 胜者灭敌败者被奸 这次东山岛战役 我们错误点点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他用的字 他说我们错误点点 确认全师凯旋 按理不是败战 可是他在18日那天晚上 就已经自行处分 因为师出无功 而他自己自我检讨 主要是犯了战胜不复的大错误 也就是每次作战的胜利的状况原因 不会完全的相同 我听到这边我有点疑惑了 他说师出无功 所以自我检讨 但是一方面又认为 全师凯旋 不算败仗 心中间路线 对 真的就一直很矛盾 胡典有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他和陈一下面的部署 其实彼此之间并不陌生 因为双方从苏北打到山东 又从山欧打到河南 反正就一路打 到了明海 也就是金门沿岸 又陆陆续续打了四年 特别是南日岛的突击 陈一更是片甲不留 他说原本以为陈一的援军 在种种条件之下会来不及调动 没想到他却束缚了厦门 云顶岩 还有海城南太武 有两座高山 大陆可以在这边用扩大的放眼镜 看到金门也就是廖鲁岸那边 所以海军的舰艇 在那边寄举 迎举的时候 对岸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子陈一就可以集中 他们所有的车辆 调派军队 我们军舰向北 他们的军队也就向北 我们的舰队向南 他们就向南 无形之中就把这次的棋袭 变成了军判军预期性的造议 所以整个局势当然是不利于我的 我觉得这一段算是他对 这场战役的一个反思 他其实有去检讨说 到底问题出来哪里 不过胡连还是补了一枪 他说他在写词文的时候 陈一已经深入反土 也就是过世 就在我们虽然没有10米 就是偷鸡不着18米 虽然没有10米 但是偷鸡未遂的情况下 获得了哲修离开了福建 等于他要叮他说 他其实差点把他给灭了 这个意思吗 胡连也算是方便大将 所以只提陈一 其他的都不提 而且陈一已经走了 他也没办法再跟他反驳一些什么 陈一虽然没办法反击 可是他下面的部署 也就是在1949主打金门的叶飞 在他的回路里面却有所不同的回期 叶飞说我们有个金门失利 国民党有个东山失利 胡连因为金门得手而生的官 却因东山失利而倒了煤 也算是个报应 刚这一段就是国共将领 除了在战场上面拼生死 对然后在纸上面 对然后我不能讲打嘴炮 他在纸上面也可以打笔仗 对我们比较文言一点好不好 叶飞还说 东山岛在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被敌人占领 也就是被国军占领 于是台湾注解了 就是说我们打了大声仗 可是有个山头还在手里面 就是还没有沦陷 他说东山岛只有一个团 不可能守得住 本来就设定说一旦如果遭到攻击 就退守公云商200高地 等待援军 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刻按照预定的方案 派出援兵 16日单天晚上就开打 17日早上就消灭了 他是说用消灭 消灭了八尺门的散兵 来打通了与东山岛公云商200高地 上面的守军之间的联系 他说陈毅到了以后非常的高兴 因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了 叶飞还说 因为没有迅速站顶港口 很遗憾的说 这个裁让一部分的敌军搭着军舰逃走 所以他这边讲的裁让一部分敌军搭军舰逃走 是不是前面我们提到那个陆军抢救散兵 是 然后海军陆战队抢救陆军的那一段 对 国军在撤退的时候 一三五团还留在岛上 在东山岛战役 那个时候担任海军陆战队参谋长的孔定成 他后来是担任警政署署长 现在年轻人看也没有听过 他是西安玩曲军校出身的 他在17日下午搭乘最后一匹水路两栖运输车后侧 在起毛的时候 还用蜿蜒金撂蜒东山岛 结果看到沙滩上面还有黑压压的人影在那边窜动 于是就和陆战队司令周宇凡讨论 决定再回头去抢救还在岛上的一三五团 当天晚上8点 一三五团那个时候 他说已经失去了控制 一窝蜂的就向LBBT这边跑 没有办法做有秩序的撤退 你就可以知道说人性战场上面 都乱了 整个部队阵型都被破坏掉 大家只想要逃命 到了18日凌晨2点45分 才全部的返回 然后上午11点30分才抵达金门 所以你才会看到 为什么这时候台湾的报纸 在7月18日说凯旋而归 19日又登说全部凯旋基地 就多了全部两个字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为了要抢救一三五团的关系 中间有一段的落差 至于里面的惊险过程都没有曝光 总之 代号粉碎计划的东山战役行动 在状况连连的情况之下就结束了 孔定成后来引述了 胡联在检讨会议里面的说法 他说国军是用农业社会的军队和观念 去打工业社会的现代两栖作战 老谈之前有讲过一集 人类社会最后一场特大规模的古代战争 然后我们撇开什么共谍等等 那时候其实有提到说 解放军在数字管理这方面 当时是明显优于国军了 我这样听下来 也就知道老谈为什么一开始说 他要从魏与魏伯伯开始讲 然后还一开始就用不能慌乱 因为刚最后面那段真的是 很非常乱 那个时候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 魏伯伯那个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说 作战一定要有必死之死的准备 你才不会遇到的险境就守住无措 才有机会存活 现在其实两岸是有点小紧张 就有些人难免会把调子 颤得比较高一点 如果体会到必死之死的阵地 也许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最近几集我都以为韩战讲的差不多了 然后老谈每次都能够丢出新的梗 那这次主题很有意思 我觉得美军找国军帮忙 从东南沿海去牵制解放军 那我才很爱讲的一句话 军事是政治的衍生 那我很爱讲老师 这次可能在为止不是我 他很爱引述了一段话 那我很爱讲的疑谷见经 你这样兜在一起 历史真的惊人的相似 然后也好像一直在repeat 一直在重演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冰毒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心的评价 再一次谢谢老谈 谢谢大家 我这边顺便讲一下 如果将来 比如说像台湾商务印书馆 如果书可以重演的时候 胃与胃薄薄的胃 这个最好能够把它给改正 帮它证明一下 对 因为毕竟 这是战斗英雄 对 而且是他个人的 一个事迹 对 他毕竟有拿到会章 是 终勇勋章 是 好 再次谢谢老谈 拜拜